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3日星期三,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我们现在还是为您继续密切支持美国抗议和骚乱的信息。 就在10分钟之前,美国的国防部长明确说明他并不支持特朗普所说的用现役的军队来对示威人群进行镇压的决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公开的相当于是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一个部长跟总统观点的一个决裂。 根据这个CNN的消息呢,在周三进行的这个媒体动画会上呢,在五角大楼这个国防部长Mark Esper他说他并不支持使用这个Insurrection Act, 就是前几天视频我给大家说的特朗普想使用的这个相当于是叛乱法案, 就是已经是1807年开始生效了已经200多年的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就是说允许使用军队来进行美国国内的镇压。 他说呢,说如果使用这个现役的军队来进行这个国内这种违和呢, 这个只会把它当成一个最后最后的这种可能性手段, 而且呢,一定是要在这个非常紧急,非常这个危险这种情况下。 我们呢,现在还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明确的不支持使用这个叛乱法。 所以这个呢,也是相当于是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官, 是迄今为止第一次跟这个特朗普唱反调, 就是说不想使用这个军队来镇压这个老百姓, 镇压这个美国国内的示威游行, 因为这个毕竟像我之前说的,这是美国国内的这个人民内部矛盾, 而不是一个敌我矛盾。 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这个法律呢,在美国历史上非常少使用, 它呢,只是在最近是在1950年的时候, 使用了这个法律,就是用军队来防止这种, 确定这种de-segregation,segregation就是隔离, 这就是非隔离,就是跟大家融合在一起, 因为那时候呢,民群运动是如何如图, 1960年的时候呢,也是在Ditorisal乱中使用过, 所以这一次呢,美国的国防部长正式确定是不会使用军队进行镇压, 我们呢也可以说是长输一口气, 但是不知道特朗普会怎么想。 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非常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您支持订阅我频道, 我们下视频再见。